小学 官人 你在想什么呢 凤娟 我看你平日一个人操持家务 太辛苦了 我想找一个人 帮帮你 让你轻松轻松 俗话说 好官手下兵多 好男家中妻多 我虽不是什么俊杰 也算得上是人物啊 你是不是有看中的姑娘了 倒是有一个 在苏州 我自从嫁到你家 孝婆如母 静夫如君 严守妇当 行持家务 我没有一点对不住你 你如今官做大了 想娶个小妾伺候你 我也无话可说 谁让我是个女人家呢 只有这个命 凤娟 再娶一个 你当她姐姐 她是你妹妹 我会对你更好的 她也会敬重你的 咱们这一家人啊 日子会更好过 不好吗 你去问你娘 她同意 你就娶 你放心 小妾进了门 我会知趣的 不会闹得大家不开心 冯娟 是 老爷 您叫我 刚才 是不是又有人 从苏州烧信来了 是 是烧给少爷的 秦大人 我没有一天不再思念您 盼望着早日与您团聚 昨日付诗一首 姚继夫君 唯望夫君 不把妾身相望 樱台汉东 思不清 愿为此意指童林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 无绝期 陈吟不敢 愿春风 自叹荣华 暗笑心 妾愿夫君 秦用意 早遗花树 向阳灾 来 生儿 爹 你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 是不是因为苏州那个女子 您知道了 我问你 你们是在哪认识的 谁人介绍的 偶尔相遇 没有人介绍 你要说实话 是不是蔡璇介绍的 没有 跟她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不许你 与她有任何的关系和来往 这个人我认识 绝非是良善之辈 到底和她有没有关系 没有 不过苏州还是要去一趟 你不能去 尤其是这个时候 爹 我的事 您就别再过问了 秦大人 你怎么 蔡大人在不在 大人出去了 那绝姑娘呢 在 秦大人 里边请 绝姑娘 秦大人 绝姑娘 你受了许多了 你不该这样的 不该这样的 自从秦大人走了之后 妾身茶不思 饭不香 不知为什么 心里想的全是秦大人 别哭了 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 秦大人真诚来看妾身 秦大人 竟是死而无憾 绝姑娘 你要相信我对你的真心 我秦生 就算为此不再为官 也绝对不会放弃你的 凤娟 凤娟 你别哭了 娘 我没事 你放心 等生儿回来 娘说的 娘给你做主 朕还要到太苍昆山一带视察 秦生来了吗 启禀陛下 秦生已告假 前往苏州治病 治什么病 腰椎病 苏州有一神医 为他看了一次 效果颇佳 啊 秦生刚从苏州回来 又再度赶往苏州 你不觉得有点怪吗 他不是去看病吗 看个病吧 大夫直接接来就行了 干嘛自个儿再跑一趟呢 父皇 您是怀疑秦生吗 还是谨慎点儿好 派寒医可到苏州去查一下 看看秦生有什么别的事情没有 是 hättenje 你说 想andaag utlich 好好好 却被给秦升为妾 好大的胆子啊 这是在秦升视察苏州期间发生的吗 正是 不过 仅仅如此 还不至于判定 秦升和蔡璇之间还有另外的瓜葛 但是蔡璇怎么会平白无故地 把一个侄女送给秦升呢 儿臣认为 以秦升在衍州的表现 还不至于到苏州数日 就被人拖下水吧 这也是这么想 秦升回来之后 替蔡璇讲了不少好话 但没提到这件事 这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这倒也是 改到苏州 就他一个人来的 是的 有没有人看见 那倒还不至于 他不曾穿官服 他现在在哪儿 在绝姑娘的房间里 这对狗男女 秦大人 您此次前来 不会被人怀疑吧 我是说 要外出就医 我便宜 当然或许有些人会起疑心 但这个时候 我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我知道秦大人都是为了妾身 但还是小心点为好 他因此事 他还不见得起疑心 我还不许多了 我便宜 我还不许多了 我会尽多了 你不许多了 我曾经 我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皇帝陛下突然改变形成 像去衍州一样 难道这里没有原因吗 不用惊慌 我马上就走 你认为还来得及吗 那你说怎么办 谢大人 我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不过皇帝陛下 蔡玄 在 秦升是不是在苏州 在苏州看病 不光是在看病吧 容微臣慢慢解释 解释什么 叫他立刻来见朕 是 苏州官员全部回避 你 是蔡玄介绍你们俩认识的吧 是微臣在蔡玄家遇见的 所以你跟蔡玄就结尾同党了 不陛下 微臣不敢因私废宫 而且蔡玄也不愿意成就此事 微臣在苏州期间 一切严格从事 不敢又丝毫懈怠 这一点张子公和王林 可以为微臣作证啊 你身为钦差 你身为钦差 跟地方官员的亲属勾结私情 这样你怎么还能够秉公执法呢 微臣知罪 但微臣确实不曾殷私废宫啊 而且在苏州期间 微臣也没有发现 有任何的府衙官员 在震灾之中 有过任何的 迎私舞弊和贪污的现象啊 把蔡玄找来 朕倒要看看 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子 居然可以让你 你忘乎所以 明女叩见皇上 抬起头来 苟然有幾分姿色 朕问你 你是受何人指使 来勾引钻差大臣哪 陛下 不曾有人指使� min女 勾引秦大人 胡说 你不勾引他 他这人怎么会跟你如交似期 陛下 敏女与秦大人 乃两情相悦 一见钟情 并非他人唆使 鬼话 如果不是蔡玄的精心安排 你见得了钦差大臣吗 小女子所说句句属实 小女子与秦大人 那真心相爱 日月可见 蔡玄 今天朕看你是一个 如花似语的 可怜女子受人指使 朕是可以不加罪于你 但是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 甘心待人受过 朕立刻就会叫你相消于云 陛下 小女子今年一时有期 与秦大人相恋 乃凭身所愿 古人云 得逞彼木何此死 愿作鸳鸯不献献 朕立刻 朕立刻 若陛下要我以死相证的话 命你绝不会贪生 将这女子拖下去 重打五十大板 看她还嘴硬不好 是 皇上 魏臣甘愿替她受罚 她经受不住我 那你就从事招来 秦大人 奴婢如今 只有一事相求 秦大人保重身体 日后好自为之 决姑娘 是我害了你 能与大人恩爱一场 岂是死而无憾 父皇 拖下去 重责 是 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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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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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为钟情 看来秦深跟这女子确实是有感情的 看来是这样 或许蔡璇原意是想用美人计拉拢秦深 没想到两人一见钟情 或者秦深跟蔡璇也并没有做什么 还没有其他证据 先把这女子给放了吧 遵命 韩依可 在 你觉得秦深有罪吗 现在尚不得而知 不过给秦深看病的大夫也是蔡璇找来的 蔡璇既治好了秦深的腰病 又帮她得到了蔡绝 秦深难道会与她过不去吗 你不必再讲了 这个案子朕是一定要查到底的 如果秦深是冤枉的朕就还她清白 如果秦深在这短短的十几天里面就被蔡璇拉下水了 那朕倒要看看蔡璇到底有多厉害 是 圣上英明 立即派人重新审核苏州赈灾的详细情况 遵命 将秦深 蔡璇 梁茂全押往京城 连同张子公王陵一并交与大理寺细细甄别 在苏州同时审问相关人等不得懈怠 遵命 老臣秦良纲叩见皇帝陛下 陛下 我儿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又被大理寺关押呀 他出了什么事他心里头最清楚 你难道不知道秦深再度前往苏州是为什么吗 老臣已经知晓 但是他真心喜欢这个姑娘 也未必等于众人间计啊 朕就知道你会来为你儿子说情 你难道就没想过 蔡璇那样的人会对秦深是以什么手段 陛下 蔡璇那人老臣略知一二 如若他对我儿施展手段 我并不奇怪 但是我儿经过掩州一事 也绝不会轻易上当 请陛下明察 朕绝不希望秦深有事 秦深若是出了什么事 与朕颜面上又有何好看 然而秦深到了苏州之后 蔡璇想尽办法讨好秦深事实 秦深回京之后又为蔡璇说了好话 朕信任他依其所请 除去蔡璇脚上的镣铐 现在躺着他们俩结成一伙 瞒朕一个人 朕岂能容忍 陛下 陛下 驱打成招之事常有发生 在燕州 我儿也曾在重刑之下 胡乱招供 恳请陛下身刑 你放心吧 朕这一次 不会随便对你儿子用刑 只要秦深确实无事 朕绝对不会冤枉他 老臣 可谢陛下 回去吧 谢陛下 陛下 苏州方面有了消息 蔡璇家的一个家丁共认 蔡璇曾送给秦深一幅古画 价值达千两黄金 真有此事 证人已经带到 一幅什么样的话 为何要值这么多钱呢 南宋洋补之的四枚花图 来了来了 你们什么事啊 接着 这这 这这 走 少爷 走 就是这幅 生儿 爹 怎么回事啊 没事 你别着急啊 生儿 你没做错事吧 没有 娘 是吗 冯军 别替我担心 秦大人 请吧 师父 师父 考虑 还好吗 chapter nos 负荣 那如何 韩大人 此话是真迹 是吗 是的 正是宋朝 杨普之的四枚花图 好 大人告辞 大人告辞 带蔡璇 蔡璇 提审 夫妻 你干什么 快起来快起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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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都是因为你坏了大事 记住 只要要定乃腐化石验变 便一切无事 汗兵和菜爵均不够成慧露 看过后痛掉 韩大人 蔡选 你看这幅画 可否是你宋语琴声的 是 正是 你说这幅画是赝品 是的 胡说 这幅画是 是 最后 你故意说成是赝品 居心何在 韩御使 此画在卑职家中挂了多年 但真与伪 被指岂能不知呢 秦大人的字虽好 被指再傻也不会将一幅四枚花图的真迹与他交换吧 你说呢 你哪里是想交换 你分明是在不险山不漏水的行贿 你明知秦升喜好字画 也懂字画 便故意将真迹说成赝品 你自己装作不懂 哄得秦升高高兴兴的把此画收下 毫无顾忌 可谓是用心良苦 真是天大的冤枉 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 当时被指示想请秦大人留下墨宝作为回赠 请秦大人到我的书房随意挑选一幅 请秦大人挑选的并非是这一幅 难道秦大人 他也不是真假吗 你以为 这也能成为理由 秦升想必早就看中了这一幅 先挑另一幅 无非是遮掩而已 这话便有些说不通了 按韩大人的意思 我与秦大人并非心照不宣 一个是心中有数 一个是洋装不知 那么卑职 岂不白白将一幅真迹送给秦大人 让秦大人占了个便宜 我便吃了个哑巴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又谈何贿赂呢 你当然不会白白给他 你首先要做到的事 要使秦升心安理得地将此话收下 实际上 从他第一次到你书房来 你便故意将真迹说成赝品 投下诱儿 等他上钩 等他第二次到你家去的时候 你便故意先请他写字 然后假意回责 他以为你始终不知四梅花图为真品 贪心所致 最终选择了这幅 是 本官审理过无数行贿受贿的案件 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阴险狡诈之人 你事前肯定对秦升的情况做过调查 了解其特点爱好 精心设计 引他入套 秦升受贿 与其说是意志不坚 倒不如说是你抓住了他的弱点 你真可谓是天下第一行贿大师 你真可谓是天下 汉大人 你说了半天还是没有告诉卑职啊 卑职既以赝品的名义 将此话送给秦大人 那么秦大人又如何感觉到卑职对于他的一片真心呢 这对于你还成问题吗 秦升过去清正廉洁是出了名的 他也不会轻易接受 所以你费尽心机出此恶招 先是骗他把话收下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又把话点名 到那个时候 秦升退不是 不退也不是 你便自然的抓住了他的把柄 也不退 韩大人 你简直把卑职 说得是太有心机了 卑职 哪有那么复杂啊 你蔡大人之心 真可谓是深不可测 比起无心无来不知深到了哪里 秦升刚到苏州 你便预备好了民间神医 一次就将秦升多年的顽疾治愈 谁知你是从何时开始准备的 好了 韩大人 你把卑职说得是如此糟糕 卑职真是百口难辩 但是有一条我可以告诉你 此话并非真迹 即便是真迹 卑职也不知道它是真迹 韩大人 硬说我是贿赂 卑职怎敢承认 那好吧 你不肯说 你不肯承认 自然有人肯承认 等那时 蔡大人不要后悔莫及便好 韩大人 说我讨好秦大人 有这事那是人之常情 说我贿赂 真大的愿望 蔡玄至死不服 押下去 走 陛下 您何时到此呢 这只老狐狸 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卑职以为 还是先要让秦生开口 把秦生带来 朕要亲自审问他 皇帝 齐生 披神 来 朕万万没想到 几十天前 朕才亲自把你 从吴兴武的诬陷当中 解脱出来 还你清白 那个时候 朕还以为你是经得起考验的 你父亲也为你感到欣慰 然而 今天你居然又跟贪官勾结在一起 这是最近这些天里才发生的吗 陛下 秦升还是那个秦升 不曾改变过 微臣 确实不曾受贿 也不曾与蔡璇共谋 倘若蔡璇有过贪污 微臣不曾查出 此乃微臣之失职 这幅画经过鉴定 它确定是真计且价值不菲 蔡璇贿赂你的罪证就是这个 你为什么不承认 陛下 陛下 此画虽 模仿得唯妙唯肖 它可以蒙得过很多人的眼睛 但骗不了我 陛下 这确实是一副赝品 我敢对天为事 你看过真的 没有 但仰不知其他的画作微臣见过 熟悉他的笔触 所以能够辨别真伪 狡辩 来人 父皇 要不先听他把画讲完 你马上指出来这幅画 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它是赝品 是 陛下请看 杨浦之作画 干支之处 最为潇洒 笔风含蓄 而深藏不露 但是这幅画 虽学得七分 仍是略显吃力 就凭此一点足以说明啊 谱 何必能够 陛下 微臣 敢对天发誓 此乃赝品 倘若微臣有半句假话 天诛地灭 看来 你对杨哺之的画 深有研究 微臣不敢自询 但辨别真伪 尚有把握 你不要以为朕不懂话 朕就找不到懂话之人 陛下 微臣万万不敢犯欺君犯上之罪 微臣 蒙受皇上恩宠 此为钦差大臣 为怨 偶心立血 竭尽全力 以示报效 又怎敢贪恋真奇 一身是法 不敢贪恨 之前在衍州 吴兴吴反复行贿 都被微臣拒之门外 岂有那么容易 收蔡璇之重礼 正如陛下所说 数十天之内 怎会有如此翻天覆地 判若两人之变化 陛下 蔡璇是一个诡计多端 善于头人所好的人 你虽然知书达理 但是难免贪欲未明 你只要稍微露出一点破绽 就会让蔡璇有可趁之机 就会让蔡璇有可趁之机 难道他后来 就没有跟你道出过什么真假 提出过什么要挟吗 没有 绝无此事 化作真伪 我自有把握 万万不敢 受人以禀啊 来人 在 押下去 是 走 父皇 您认为 把骆朝宗找来 再做鉴定 骆太师有病在身 不方便出行啊 不方便就抬来 这幅画的真假关系重大 非请他出山不可 慢点啊 把骆太师抬好了 慢点 行 好 让他去 等会儿 那么快 等会儿 啊 岳望 一带你去 快好了 行 快一带你去 是 iff指导 好 什么 让我接受到他 一个人的 好 好好好 他非常肯定吗 十分肯定 他还说此画访得非常好 如果没有见过真迹 那是很难鉴定的 如此看来 秦升就未必受惠了 父皇 父皇 儿臣见您气色欠家 他还望您多多修行 朕在想 这回会不会有冤枉的秦升 既然是赝品 那么定为受惠就勉强了 把他放了 那 蔡玄呢 一起放了 那是 太大人 贺喜贺喜 我早就说过 不出三日 我准出去 蔡大人 你厉害 厉害 来 秦大人 贺喜贺喜 没事了 还能有什么事啊 请吧 秦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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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大人 秦大人 让您受这么大的委屈 被指真的不好意思 没什么 都过去了 是啊是啊 被指欢迎您 再次来苏州啊 我要去的 我要去的